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华人网站开站的仪式 我想借用这个机会讲讲我的想法 今天是我们中国的投资贸易促进会和华人科技协会 共同搞的这场活动 主要是探讨服务外包产业在中国的一些情况 我认为过去的三十年里 中美在经济贸易政治各个方面的领域里 在加强双方的关系上做了很多工作 世界也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变化 人们在政治上在科技上有了许多的 现在跟过去的三十年里有很多不同 冷战已经被经济全球化所替代 七国集团已经被二十国集团所替代 人们常用的书信已经被email所替代 人们我们的百科全书已经被wikipedia所替代 所以现在这个新的这种经济环境下 虽然企业在经营方面有这样的困难 但是总有一些聪明的企业家能够发现 用最少的成本创造出最强的力 最强的最大的力 而这个outsourcing也就是说资源卖取 或者是IT产业的卖包 是这种形式的一个最佳的体现 所以今天我们参与这么一个产业卖包的会议 大家通过这个会议互相认识 互相交流感想和这个经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我希望我在今天这个会议 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能够见很多业界的朋友 也希望我们中国和归虎地区产业界的人士 在服务外包上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交流 和为我们今后的服务外包业的合作 奠定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谢谢大家